各位朋友,我是蔡明廷 今天我要來跟你講成功系列的成功秘訣 第四點,成功人士的指標 什麼叫成功人士的指標是 譬如說,成功的醫生的指標是什麼? 就是手術成功,就是把病人治好 那麼,一個律師的指標是什麼? 幫他的當事者打贏那個官司 這個叫做成功的律師的指標 那麼,你的目標是什麼?你的指標是什麼?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些成功人士現在已經在世界上被證實了 他們幾乎是大家都有的指標 第一個指標叫做一致的價值觀 所謂的一致價值觀就是說 你會看到的這個人是從一開始 他的價值觀是一致的 而不是會說,現在是講這樣子 接下來講這樣子 就這樣來講 我這個人很重視環保 我很care我們的地球 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夠永續成長 所以我重視環保 其實我重視環保 連至於說我自己本身 我從小彼此就過敏 後來才發覺我是對空氣過敏 我對高雄的空氣很過敏 應該說很感冒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在意環境的破壞 所以你看到我在貼的文 只要這種的我一定是反對到底 這個就是我的價值觀 我不是說我成功人士 我希望你現在開始你要列一張單子 小筆記本寫下來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 也許你並不知道 但沒關係你就寫 因為慢慢的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我的價值觀是怎樣 所以你去看看 巴菲特有他巴菲特的價值觀 陳數學阿嬤有他的價值觀 十塊錢的便當阿嬤有他的價值觀 那些偉大的傳教士 像天主教的皇府天神父 他有他的價值觀 他除了傳教之外 他有他的價值觀 然後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 也許某些人的觀念跟我們不一樣 他的想法跟我們不同 但我絕對不會說就否定一樣 因為那是他的價值觀 你也一樣 你要開始有你的價值觀 第二點 這些成功人士的指標是 他有多元的收入 他不會只靠你 他會在一個主要的項目裡面 成功之後 然後再開發其他的 他一定是一個項目 發揮到極致 就像昨天的統一集團的狀態 都是先手講的 統一就是把目標放太多了 結果這些目標都變成是他的負擔 同樣的 我也一樣阿 因為我學管理好像什麼都會 結果卻什麼都不會 好 所以你也要專注一樣 專精 你專精的一樣 然後把這一樣做到極致 第三個 要學會組合 所以組合不只是說你的財務組合 你的投資組合 你的朋友你也要組合 你要知道說你有什麼樣的朋友 你除了這方面的朋友 你不能夠全部都是一類 你一定要有其他的 要這樣子組合出來 當你需要的時候 他們會幫你發揮功能 你一定要會組合 不要完全都在一個男子裡 這是很重要的 再來 1% 你不管你是每天增加1% 每個月增加1% 每一年增加1% 都好 務必要確認你有增加1% 1%看起來很小 但是長期累積下來是很大的 即使你每一年增加1% 10年下來就多少了 1.21個 1.1乘10 是1.21對不對 1.1是10% 1.01 反正你要記得 即使你每一年只成長1% 10年下來也是很客觀 再來 你要遞減 所以遞減就是說 你要把那些不必要的東西 你把它砍掉 對你來講是多餘的砍掉 這些成功能是 它不是那一種什麼都會的 最後一點 你要把前面講的把它加乘起來 你要它變成乘數效應 這在我們管理學裡面 非常強調的一個叫做 中效乘數效應 還有 在跟人家談判 或者是在跟人家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除的效應 你可以一段一段買 一塊一塊買 切小買 大問題切成小問題 小問題再切成更小的問題 對於你的缺點 對於你的問題 對於你要處理的 要切成小的 但是呢 你的強項 你的價值 你要把它放大 放大到很大 好 最後一點 務必要知道 趨勢 這個時代是趨勢在你先的 40年前 50年前 腳踏車當道 到現在 你假如說在投資 進入到腳踏車這個產業 有辦法成功嗎 有 但是我相信很少 像現在 加汽油的摩托車 這些大廠商還會 投資很大的心力到 加汽油的摩托車 這個來投資來添花嗎 我想也很少 永遠要去走趨勢 而且趨勢可以的話 走在最前面 最前面 有那一種優勢才 也許你會孤單一陣子 但是 當你挑成功了 你會變成是一個 專業的 Pro 各位朋友 到我的社團來 我們會給你更多 帶領你更多 謝謝你 今天 我們的客人到這裡 各位帶來 掰掰